Hello大家好,欢迎收看手女JoJo 上一集,JoJo跟大家说明了 我们的性欲其实是被很多因素同时影响的 而这些因素又可以分为生理还有心理 但这一集,JoJo想要先来聊聊 关系状态对性欲的影响 因为据JoJo所知 这似乎是最多有伴侣的观众们 目前在性生活里面对的最大挑战 所以这个影片就是想分享两个 大家可以用来跟伴侣调节性关系的方法 有需要的朋友们看完后就可以赶快去试试看哦 想要购买优质又保固的情趣商品吗 赶快去JoJo跟二人世界的网络商店看看吧 你的消费都会支持JoJo做出更多好看的影片哦 你觉得一对情侣如果感情好 他们的性关系就一定很好吗 答案是不一定 但是如果一对情侣的感情关系不好 我们大概可以说他们的性关系通常也是比较难好的 特别是对女生而言 感情里的摩擦还有争执 非常容易会减低我们想要跟对方亲密的性质 还有意愿 所以我们赶快来看看在关系里哪些好状态可以帮助我们强化自己还有伴侣的心欲吧 这里JoJo列出了16个详细的项目 JoJo自己喜欢称这16个项目为关系营养素 因为JoJo自己觉得所有的伴侣关系包括夫妻关系其实就像是一盆很珍贵的盆栽 需要持续不断用这些营养素来灌溉还有照顾 盆栽才会长得健康 唯独盆栽长得健康才有可能结出甜美的果实 而跟伴侣之间美好的性欲其实就是像是这个果实 如果你不愿意用心用时间来帮这个盆栽施肥还有保护它 那自然这个盆栽就比较难结出甜美的果实对吧 所以JoJo想要给大家第一个可以强化跟伴侣的性关系的方法就是 邀请伴侣一起对以上的16个项目都诚实的评分 一可以像是很需要再多努力 而五则是非常满意 然后当你们都评分完这16个项目后 你们可以再一起讨论一下结果 看看是不是有哪些项目彼此的分数比较偏低或者有差异 那想想看你们可以实际为这个项目做些什么 让对方感受到更多这一个营养素 而且越明确越好哦 但很重要的是要记得 我们的目标并不是要每个项目都绝对满分 因为在现实状况里确实有时候是会有一些极限的 就像救救自己其实也做了这个评分 而发现跟救救目前的男伴的关系里 在承诺还有浪漫的部分 救救的感觉是3 在关于承诺 基于救救未来还是打算回去纽西兰的家 而南方也并没有想要结婚的意愿 所以我们在承诺的部分 救救自己的感觉是大概就很难再超越3了 而且或许也没有必要超越3 因为所谓的5对救救而言就是像那种过去的关系 结婚啊生子啊那样子 所以3对我们而言就算是一个现实中的极限了 但是在浪漫的部分就绝对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加强咯 所以救救救真的很认真的去想了想 究竟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感到更多的浪漫呢 于是就上网去查一查 然后还真的发现有一些方法 好像光想象就可以给自己一些浪漫的感觉 像是救救救救希望自己的男伴 在下次他想要热情亲吻自己的时候 可以先用手挑起救救的下巴 或者放脸颊上 这样子会让自己更有感觉 又或者可以多给救救一些惊喜的拥抱 又或者或许偶尔可以来一个 在额头上轻轻的吻 这些都是不需要花钱 然后可以很轻易去做调整的改变对吧 但或许就因为这些小动作 就可以增强自己跟伴侣关系中的那种浪漫感觉 所以救救救真的蛮鼓励有伴侣的观众们 尝试一下这个营养素评分的小活动 就是相信只要你们双方都愿意诚实回答 你们一定会从结果里发现一些你们可以一起加强的项目 甚至你可能会发现有些项目你自己觉得没什么 但其实对方一直是很在意的 那或许这个小活动就可以成为一个再度开启你们沟通的桥梁 去发现哪些地方你们可以去做调整 改善你们的感情关系 那再来第二个舅舅想要推荐给大家可以用来调节性关系的方法 可以叫做性欲调节器 那这个性欲调节器的概念就是每个人其实都有不同的性欲加温器 还有性欲减温器 意思就是说有些事物是会增加你的性欲的 但有些则是会压抑你的性欲的 首先比较大众不分性别的一些性欲加温器 就包括像是生理上好的健康充足的睡眠 或者在心理上像是对自己还有对自己的身体都感到自信 再来在关系上就像是刚刚列举的那些感情营养素 都是性欲的加温器 还有在情况上足够的隐私 没有干扰充足的做爱时间等等 这些例子对大部分人而言都是有助于增加性欲的 那再来我们来看看一些比较针对性别的性欲加温器有哪些 那当然还有很多大家可以再想想看 但这个性欲调节器的概念 我们应该怎么用在性关系上呢 那就是我们要尽量增加彼此的性欲加温器 然后同时减少性欲减温器 因为加温器还有减温器是会互相抵消的 就例如说也许你跟老婆已经很久都没有谈心了 这是个减温器 而你为了想要让老婆开心 今天下班特别买了一束玫瑰花来给老婆 这是加分器 但老婆虽然收到了花很开心 但玫瑰花的这个加温器跟长期不谈心的这个减温器 却相互抵消了 所以晚上他不见得会因为玫瑰花 所以就愿意给你做爱 但如果你们平常就很亲密 就是加温器 然后今天早上你又特别在出门前留了一张甜蜜的小纸条给他 再加温 那就很有可能今天下班你一进门 他就会立刻想要把你扑倒 所以回到你自己的感情关系里 你知道你自己还有伴侣的情欲加温器还有减温器有哪些吗 如果你可以越仔细的想想看越好 例如上是当老婆在专心做家事的时候 先生如果从背后突然来捏一下老婆的屁股 那对老婆而言通常这个是加温或者是减温呢 有没有可能在某些情况下 这个捏屁股的动作会是加温 有时候却变成减温了呢 又或者对男生而言 如果你平常温柔嫌熟 但是在床上却总是像条死鱼的女朋友 有一天突然穿上了性感内衣然后铺上你 如果你是男生 对你而言这是加温或者减温呢 有没有可能虽然原本性感内衣对你是加温的 但是女朋友这个突然不寻常的举动反而让你吓了一跳 让你满脑子都怀疑她是不是吃错药了 所以性感内衣在这个时候反而变成减温了 让你对她的性欲更低了 所以这就很鼓励大家可以跟伴侣讨论一下一起发掘彼此的性欲加温器 还有性欲减温器有哪些呢 而且在讨论的过程中记得要敞开心 保持一个比较开放的态度 因为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自以为对对方应该是加温器的项目 很有可能对对方其实却是减温的 所以真的是一定要沟通了才会知道 那还有更重要的一点是 在了解了彼此的加温器还有减温器是什么之后 你们是否都愿意更重视给予彼此 彼此需要的加温器呢 因为女儿就知道有很多伴侣会在不知不觉中 落入了一个 你都不给我我需要的加温器 我干嘛要给你你的加温器 就像是老婆的加温器 可能是想要有更多的关心 还有更多自己的时间 而老公的加温器 则是想要更多口交 但老公跟老婆却有可能落入一个恶性循环 就是老婆不断责怪老公说 你都不帮我顾小孩 你都一天都晚三更半夜才回来 我都没有自己的时间 我都好累 我都不能休息 然后老公就会说 你都不帮我口交 你都一天都晚不跟我做爱 但这样子就会不断落入那个恶性循环 永远卡在那个 你不给我我要的 我也不要给你你要的 那有时候唯一能够突破这个恶性循环的方法 或许就是其中一方必须要先主动的去了解 对方的加温器是什么 对方的需求是什么 然后先主动给予对方多一点他的需求 他的加温器 那还记得每天都加温一点点 绝对会比偶尔突然来一个大的加温器好 因为就像是之前给的送话的例子 如果比较频繁的关心老婆 效果绝对会比突然莫名其妙 抱了一大树玫瑰花回家 效果来得好 又或者像是在做爱的时候 如果女方可以比较频繁 主动的跟男方表达自己享受愉悦的感觉 而不要当死鱼 那这绝对会比某一天突然穿了一个开叉的性感比基尼 然后吓到男朋友来得好 好啦那今天关于如何调节性关系的分享就到这里 欢迎留言告诉啾啾 你有没有想到可以为伴侣怎么样多加温呢 如果你喜欢啾啾的影片 记得订阅按赞分享 还有开启小铃铛哦 我们都要幸福哦 救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